我们看看张晓鹏 来 张晓鹏 杨杆 第一杆 这是第一尾鱼 这是第二杆种的 第二杆的时候种的鱼 口不大 但是他赶杨杆 他今天我在采访他的时候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为什么赶杨杆 他说我不怕空杆 好的 张俊 漂亮 张俊 尽管现在是领先对手三位 那么张晓鹏中了一尾鱼之后 张俊紧随其后 也种了一条 好 张俊 好 成功地超入网中 张晓鹏这边调整了一下 浮潇的位置 张晓鹏 张晓鹏 漂亮 这连杆 这是连杆 来 这第三杆当中的 第二条鱼 张俊漂亮 也是不让对手 把比分玩上追 来 张晓鹏种鱼的时候 张俊同样欢迎颜色 双方现在是第二条鱼 不飘 往下拉 要重新拉一下 调下飘吗 张俊利用对手的一个失误 这么一个机会 再中一条 张俊基本上 跑鱼非常少 很稳当 但他每杆 守的时间都相对长一些 对 以后这个口给的不太好 对 不太顺流了 张俊 张俊 逗了两次票以后 又给了一个漂亮的信号 来 张俊 这杆都抓到哪了 都抓到一半的位置上了 抓到二截上了 对 好 成功 再中一条 李承锋 又扩大一尾 是领先三尾 张俊又来 张俊这个连根 下去之后一个接口 下去之后就是这个接口 回回回回回 来 速度是真快 这条鱼我看得非常的漂亮 好的 又来一尾 张俊 这表情看起来也是喜笑颜开 喜笑颜开 非常完美 这个正口 张小鹏也中了 张小鹏 来 杨杆刺鱼中了 这个鱼的力度看起来很大 张小鹏着急了 张小鹏着急了 直接是晚上飞了 对 这个时候对于张小鹏来讲 好 还无效 所以说 这个大家无论是发挥 还是这个鱼情 张小鹏又中了 又中一个 从第一场到第二场 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 不同的这个差距 是 一场发挥的好 并不能说明什么 对 逗了 一票在五目 在五目 逗了 有 果然不错吧 箭头就打 来得及 张俊还有十几秒的时间 对 十几秒的时间 所以说张俊这一杆打得非常果断 看他拉着小耳就知道 这一杆绝对是这个情况 张小鹏也有 张小鹏也有 还有五 四 好 听看三百元的 一 二一 好 老的 进哪 这两个人 对对 有效 有效 这两条鱼都有效